古天乐相信大家一定对他在电影中丰富多变的角色难以忘怀 多年来在电影圈兢兢业业的他每年都保持着高产量 难怪这人气一直居高不下 10月11日古仔就现身南京为自己代言的手表品牌站台 瞧瞧这户外聚集的粉丝用人山人海来形容整形不为过 面对热情的影迷古仔也是大秀清明本色 送礼物贴心玩自拍整形是暖到骨子里了呢 难怪现场粉丝们要如此激动了 现场充满爱心的古天乐还特别带来了有他亲自参与设计的摄影师系列万表 而这款慈善万表的销售所得也将全部捐给那些在云贵地区工作的老师们 说起设计手表古仔透露自己有两款设计作品了 虽然还没有摸透设计的精髓 不过却把自己爱拍照的想法融入其中了呢 真的摄取手表我不太懂的 去年我跟他们吃饭的时候 他说你最喜欢什么我最喜欢拍照 然后就是他说有没有兴趣你自己摄取一款手表 然后我说可以的事实吧 但是我真的不懂 然后他说不如这样吧 第一步就是你把你自己的概念什么你喜欢拍照 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在手表上 所以我就把一些概念放在上面 然后他会告诉我有什么地方可以什么地方不可以 所以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来写出来 2001年一部寻情记可谓让古仔红到发子 如今古天乐已经争取到了寻情记的原著版权准备拍摄电影版 并且积极接触当年演出的原班人马再次演出 至于寻情记电影版的进展 古天乐依旧保持着高度的神秘感 现在还是还在写剧本的阶段 其他的要开的时候会开一个发布会告诉大家 那其他的演出还没有开始交是吧 谁好剧本才说 说起古天乐 相信大家一定对他在电影中丰富多变的角色难以忘怀 多年来在电影圈兢兢业业的他每年都保持着高产量 难怪这人气一直居高不下 10月11日古载就现身南京为自己代言的手表品牌站台 瞧瞧这户外聚集的粉丝 用人山人海来形容真心不为过 面对热情的影迷古载也是大秀亲民本色 送礼物贴心玩自拍 真心是暖到骨子里了呢 难怪现场粉丝们要如此激动了 现场充满爱心的古天乐 还特别带来了有他亲自参与设计的摄影师系列万表 而这款慈善万表的销售所得 也将全部捐给那些在云贵地区工作的老师们 说起设计手表 古载透露自己有两款设计作品了 虽然还没有摸透设计的精髓 不过却把自己爱拍照的想法融入其中了呢 真的设计手表我不太懂的 去年我跟他们吃饭的时候 他说你最喜欢什么我最喜欢拍照 然后就是他说有没有兴趣你自己设计一款手表 然后我说可以的设计手表 但是我真的不懂 然后他说不如这样吧 第一步就是你把你自己的概念什么你喜欢拍照 就是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在手表上 所以我就把一些概念放在上面 然后他会告诉我有什么地方可以什么地方不可以的 所以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来写起出来 2001年一部《寻情记》可谓让古载红到发自 如今古天乐已经争取到了《寻情记》的原著版权准备拍摄电影版 并且积极接触当年演出的原班人马再次演出 至于《寻情记》电影版的进展 古天乐依旧保持着高度的神秘感哦 现在还在写剧本的阶段 其他的要开的时候会开一个发布会告诉大家 那其他的影响还没有开始交是吧 谁好剧本才说 小虎视频娱乐播报南京报道